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双胞胎 我怎么从来没听我爸提起过 我也是刚知道的 看来安夜迷瞒了我不少事 抱歉 你倒什么歉 我根本不在乎 他在背后计划些什么 你们也都看到了 是我自己乐意待在这儿的 在这儿呢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不用跟任何人包围 也没有人每天二十四小时监视着我 更不会有人每天战战兢兢地服侍着我 生怕伺候不好我 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我只想开开心心地活着 所以 所以 我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陆静言 如果不是这次危机 你根本不会来找我吧 大小姐 这也是您的危机 郑博士 您应该还有印象吗 他率领的团队明晚就要回国了 对大小姐进行全面检查 如果是安月进行检查 那他的身份肯定会暴露的 到时候 你以为你还能继续躲在这里呢 你就不想你爸爸吗 他一直在为了你的病 分拨操心 你难道就不想看看他吗 很晚了 明天再说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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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像了 难怪连我爸都没认出来 还真是没整 保证没整过 所以 我们真的是双胞胎了 从亲自学鉴定的角度来说 咱俩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可能是双胞胎 可能是双胞胎 如果是双胞胎 那我俩身体的器官 是不是也都一模一样啊 好 好了 这样只要虚勇于一离开许家 系统就会第一时间提醒我们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万无一失了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暗月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找到她了 我们现在准备回去 嗯 我可以跟你们回去 不过 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好 先生 郑博士两个小时后得到机场 晚上七点准时到医院 走吧 我先去看看西西 准备 准备出发了 准备出发了 准备出发中够 准备提前出发了 没有多久 大概还需要一个小时 准备出发了 离开 ح diy 徐勇玉到了 你们先走 徐勇玉这边我来应付 徐勇玉这人疑心重 如果应拦着不让他上楼的话 只会让他疑心更重 放心 我不会硬拉的 徐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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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勇玉可能因为今天要检查 有点紧张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 还在休息呢 那就 先补上去找他了 老周啊 鸡场那边人接得怎么样了 我看一下 好 飞机预计一小时后落地 那还是得把他早点叫起来呀 免得这孩子起床气大 到时候再不好好配合检查 徐先生 还是我去吧 您先休息 丁北凡 姜天成 你们到哪儿了 啊 徐勇呢 起来了吗 起了 刚叫他的时候还有起床气呢 哎哎徐总 徐勇呢 他人到底在哪里 陆静颜呢 他怎么也不在 徐勇在洗澡 陆静颜我不知道 可能被徐勇叫去买东西了 撒 你们几个 竟然为了帮助徐勇逃避检查 联合起来变了 哎徐总 徐总 徐勇徐勇 干嘛呀老头子 没看见我这洗澡吗 啊 不好意思啊 徐勇 爸爸 只是担心你 我有没有事 一会儿做完检查不就知道了 没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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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受垂 已经订 halfway 绝种活动 优优独播剧子 吓我一跳啊你 这东西真挺好的 在里面听起来像真的 幸好你聪明啊 不是我聪明 只不过我比较了解 填碎的性格 只要他撒过的话 只要他撒过的话 用尽一切办法都会让他实现的 还我裤子 郑博士到机场了 现在已经出发去医院了 老头子 细细 快把头发擦干 马上要出发了 老头子 我好想你啊 我的细细宝贝 什么时候学会撒娇了 只要你啊 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我这老头子 就比什么时候都高兴 你这段时间就先住我这里吧 你都住酒店啊 免得徐勇裕裕查到我的真实身份 那我可以随便看看吧 女朋友 你随意 我来帮你吧 好啊 什么时候买的 这些是甜碎帮你准备的 他怕你没有换洗衣物 所以提前帮你准备了一些衣服 还有换洗用具 甜碎这个人 平时刀子嘴豆腐心 看起来不太好接触 其实还挺贴心的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没啊 我只是觉得 你说的对 是很贴心的 我去洗手 那你早点休息 我睡沙发 那 那 晚安 那 晚安 想看着你 每一刻 你呢 我帮你弄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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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一刻 想在心海 永不敢喝 我 我爱你 我希望 你感觉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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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才不是 一个梦 就已经跳 世界点了 我忘了 我来那个了 我去给你泡红档水 我去给你泡红档水 脑部的肿瘤病葬 没有明显恶化的迹象 但身体的其他各项指标 都不乐观 您这是 我只是觉得前一阵子 她跟换了个人似的 没事 事我想多了 既然现在是这种情况 那还是保险起见 把检查改回一周一次 明白 不过 无论安夜明那边 有没有留下孩子的线索 大小姐的手术 都不能再拖了 如果如您所说 那个孩子还活着 我们得尽快找到他 我知道 我会抓紧时间 大小姐 滚 别守着我 抱歉 大小姐 这都是许先生的吩咐 这都是许先生的吩咐 你觉得 陆静岩在我出车祸之前 和之后 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不论是车祸之前 还是车祸之后 陆哥对您都是绝对的负责 他是我们学习的标杆 只是 现在陆哥可能比之前更受欢迎 就连网友都说 陆哥是保镖界的教科书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沉一天天 沉一天天 好 我们要去逛主吧 我俩在暗号 你俩这件事 我俩 疼 我俩 你俩 我俩 俩 我俩 你醒了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你起来之后可以去吃 我等一下要去许家 你放心 我会乖乖在家 不暴露身份的 等我们查到真相之后 阿海和爸的人生之一了 就离开这里去管我们想要的生活 我们需要商量接下来怎么办 叫安月去公司等我 我要见她 她想见你 这一大早蛋 谁又惹我们家大小姐生气了 我哪次体检完是开心的 希希啊 我跟你说啊 我没事 这些话你没说你我都听你 你要是真想哄我开心 你就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我想给陆金言放个假 他这几天一直守着我 太辛苦了 我想让他歇一歇 可以 可以 但是 你要答应爸爸 以后每周 都乖乖地去做检查 好 但是 我不想影响我的工作 这 这太辛苦了 你的身体吃不消啊 那有什么的 我在这个家里闷着也是闷着 没事 我不会因为工作耽误病情的 那这样 以后啊 你所有的行踪 你的行程 必须经过我同意 乖 学先生走了 大小姐 车已经准备好了 老头 那我去公司了 嗯 你可别忘了 刚才答应我的用 忘了你有条件反射 走吧 走吧 许希希非得在公司见面 不过没想到你伪装得还挺好 我刚才第一眼也没认出来 那就行 昨晚的使用感受如何啊 嗯 什么感受啊 不会吧 陆进眼 外抢中肝 所以那些寄生用品 是你买的 你还要用的 对吗 当然了 我还是在丁北凡的眼皮底下 偷偷塞进去的 不然你以为是丁北凡啊 他连你去陆晋岩家都要反对半天 所以 到底用了没 你们 用了多少 你们聊得挺开心啊 我们在聊都有哪些事情要和你交接 好让你做回许希希 以让安月顺利退出 刚好人都在 你们对下词 免得以后在公众面前出错 不用这么麻烦 只要我和她共享许希希的身份 她负责应酬和对接 我负责每周的例行检查 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刘雨薇 军乐 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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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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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